大家好,我是少年 如果你的生命只剩下一分鐘 這短暫的時間你想做什麼? 今天帶你們看一部十世紀災難科幻篇 《地球停轉之日》 一研究人人發現有不明物體 正以每秒三萬公里的速度接近地球 照這種速度繼續下去 地球也許會因此毀滅 可軍方不管如何阻攔 都無法改變這物體的速度 連世界最頂級的科學家都無能為力 一伙人閉上眼,等待世界的毀滅 可等了好久好久,地球還是安然無恙 原來,這物體在即將靠近地球時自行減緩到速度 科學家急忙趕來現場查看這不明物體的真面目 出現在眾人眼前的是一個巨大的光球 而光球裡也走出了一位外星生物 在外星人即將和女主海倫握手時 卻有一士兵因過度緊張而開槍 這行為導致光球裡走出了一位岡野巨人 它的出現讓所有機器都停止了運轉 甚至所有人都無法行動 眼看著巨人就要動手了 外星人卻阻止了巨人的行動 醫療人員這時即將將外星人到達急診室進行治療 治療結束後他們才發現 這外星人的身體構造竟然跟人類幾乎相似 而海倫也從外星人嘴裡得知了他叫科拉圖 聯邦高層也在商業如何處置科拉圖 之後,國防部部長親自詢問科拉圖來地球的企圖 可科拉圖的回答卻讓人驚訝無比 因為他告訴部長,地球不是屬於人類的 這一回答部長決定給科拉圖達成真理劑 然後對他進行嚴格審問,最後軟禁 但是海倫卻相信科拉圖並無二義 所以他將真理劑換成了生理岩水 在科拉圖被專業人士審問時 他用老電波控制著審問人 並放倒了所有的守衛 輕鬆地離開了軍事基地 而離開後的科拉圖卻目睹了人類的劣性 因為有養人在爭一張票 而其中一人突然倒下後,另一人並不關心 反而拿走了票 沒錯,科拉圖來地球的真正目的 就是毀滅人類,保護地球 可突然間他發現自己人類型態的身體 受傷的地方又裂開了 於是他只要請求海倫幫助自己 並要求海倫帶自己去見一位老朋友 而這老朋友也是外星人 他早早就露出地球,觀察著人類的一舉一動 他告訴科拉圖,人類是具有毀滅性的 並且人類不知悔改,可人類同樣也有愛 但科拉圖聽完老朋友說的話後 決定還是毀滅人類 於是,他來到一處湖邊召喚出了光球 在地球上,許多的生物全部召回光球作為標本 毀滅地球的行動即將開始 這一幕都被海倫被看在眼裡 他質問科拉圖到底是在拯救人類 還是在拯救地球 可回答,可想而知 因為科拉圖認為地球才是中心 不能因為一個物種而導致一個星球毀滅 在他們談話的過程中 由於警探發現了科拉圖 科拉圖卻控制著汽車撞死了警探 但下一秒,他卻將警探給救了回來 海倫無法理解科拉圖要毀滅人類 卻又將人類去毀,到底是為了什麼? 群人一番才得知科拉圖認為人類不會改變 因為他將先前國防部部長當成人類首腦 認為部長就是一位不知悔改,只為毀滅的人類 連首腦都如此,其他人類估計也都一樣 之後,海倫告訴科拉圖 部長並不是首腦 並重弄會帶他去跟真正的首腦進行面談 但在這期間,海倫的記者阿布 竟然告訴了聯邦人員科拉圖的位置 因為他認為,父親如果活著 也會將外星人給消滅掉 但是趕來的戰鬥機一瞬間就被科拉圖給毀滅了 在阿布以為科拉圖會殺死自己時 他反而卻救了自己 格海倫卻被抓到了國防部,軟禁了起來 此時毀滅地球的行動已經開始了 因為現前那金屬巨人被國防部的人給控制了 但他此時卻突然暴走 身體分化成無數隻小蟲子 這些蟲子可以將一個體育館在幾秒鐘徹底地給毀了 連坦克導彈都對他們起不到任何作用 無人為力的部長只好找上海倫 因為海倫曾經說過 他也許可以說服科拉圖 當海倫在見到科拉圖時 決死在阿布父親的目的 海倫也阿布兩人將對父親的思念徹底地表現了出來 這螢幕讓克拉圖認識到自己也許錯了 人類並不是只有毀滅性了 於是克拉圖一人趕到了蟲圈 挺到了光球身邊 將光球帶離了地球 所有蟲子也都紛紛喪命 人類得以存活 故事結束 這部影片將人類的落小表現得淋漓盡致 克拉圖最後放棄毀滅人類 也並不全是因為看到了阿布和海倫的愛 還有一部分原因是他突然明白 人類並不是不知悔改 而是當面臨毀滅之時 人類才懂得悔改 這一次的承接他相信人類一定會記住 地球是大家的 我們應該好好珍惜每一寸土地 而不是去毀壞它 更多精彩視頻請關注少年看電影 那咱們下期再見